Hello,我们是CryptoTrix,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每周会分享有关加密货币市场的信息以及区块链基本面的分析 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对加密世界充满好奇 那我们的内容一定会帮助到你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 我们的视频内容会包含以下几个板块 在第一个板块中,我们将挑选讲解每周几个全球市场不容错过的新闻 那在第二个板块中,你将会看到区块链供链的基本面分析 我们会争取涵盖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并构成知识矩阵供你参考 在第三个板块中,我们会定期拜访行业内知名人物 做成访谈节目来分享业内投资见解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你了解整个加密世界 让你轻松的获得行业动态和知识 如果你喜欢,一定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我们在视频中不见不散 哈喽大家好,在上一个视频中呢 我们简单介绍了Solana这个Layer1的公链的原理 优势、价格走势以及相关的动态与我们对它的堪忧 因为Solana与以太坊的生态有很多的相似性 以及围绕这个Web3、Deapps、DeFi以及NFT的开发 这两个公链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开发者群体以及不同资本的支持 相比Solana,以太坊的生态更加透明 有着非常好的Deapps的开发环境与支持 而Solana则可以提供更快的交易速度以及低廉的手续费 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说呢,则有更高的scalability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这两个区块链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以及关系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对Solana与以太坊的具体对比分析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区块链的不同与相同之处 帮助大家判断它们的未来的发展 这个对比将从这么几个维度出发 首先我们会看一下以太坊和Solana使用的不同的共识机制 然后呢,它的这个scalability可扩展性 还有交易速度以及手续费 然后包括这个Deapps, Smart Contrast,还有这个NFT 那最后呢,我们也会看一下它的这个DeFi的生态系统 OK,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共识机制 目前我们熟知以太坊1.0使用的是这个Proof of Work的工作量证明机制 与比特币的共识机制是同一原理 但以太坊1.0的工作量机制中呢 相比比特币增加了这个EVM虚拟机可以提供计算的功能 延展了区块链在网络与应用层面的这个能力 然后结合Smart Contrast之能合约呢 开发者们可以依靠这个以太坊开发我们熟悉的一些Deapps和IFT的项目 但利用Proof of Work的机制呢 带来的问题就是参与者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从而导致交易的手续费变高,交易速度变慢 那以太坊是利用的这个State for Architecture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张三给李斯要转账价值10美元的ETH 则以太坊网络中的所有的矿工都需要共同认证这个交易 并更新在他们的账本中 这个过程就会花掉很多时间与计算成本 这样的系统将会导致发生在以太坊上的交易需要排队 等待一一被验证通过 那相比这个以太坊呢 Selana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发明了Proof of History 历史证明的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将时间的限制与整个网络分割开 每个交易都被打上时间戳 网络去认证这个交易时 会根据这个时间戳来排列这些交易的先后 则不需要让所有的交易一直在排队等待 这就好比你去ATM机上存钱 先把钱存进去 银行系统会根据你的存钱时间 立刻更新在你的银行账户里 那他这个银行之后呢 再会把你存钱的这个记录在系统里进行更新 而以太坊则需要你在银行等待 至整个银行系统里所有的branch 都更新了你的存款信息后 你才可以走 那Selana是利用的这个叫Stateless的Architecture 对交易这个做排序处理 但不需要所有的这些矿工呢 都一致持有同样的账本 所以节省了非常多的内存资源 从而也提升了Selana的交易速度 带来了比以太坊更高的Scalability 好那我们在看这个Selana和以太坊交易速度对比之前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Scalability 也就是所谓的可固展性 这个词在商业与科技中经常被提到 也是一个对于技术产品以及生意至关重要的考量点 Scalability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的性能 在这个系统需要处理不同量级的信息时 它的灵活性以及它的这个柔韧程度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比如我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我的网站 并将这台计算机作为单一的一个网络服务器 以及数据库 在只有一两个人访问我这个网站时呢 这个网站可以平滑的运转没有问题 但假如我的网站一夜间火了起来 有一亿人要访问我的网站 那这个时候为了保证所有人可以平滑的 这个访问我的网站呢 与其互动 我则需要想办法解决对我的这个系统进行优化 那要么我就是优化我的网站 让其占用非常小的算力与这个内存 那要么我就是可以购买更多的计算机 作为这个网络服务器 来同时处理这些流量与信息 那一个系统是否可以skill呢 让更多的人使用以及互动 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可扩展性 就需要将它设计的高效快捷 然后可以具有灵活的机制 能面对这种不同的情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区块链中 对交易的速度的处理 对一个区区块链项目的 这个skillability至关重要 那下面我就来看一下 这个以太坊与Solana在这方面的区别 那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Solana相比以太坊 并没有那么去中心化与透明 但是Solana则带来了更高效 更快捷的这个区块链网络 以太坊1.0的时候 每秒可以处理大概13到15个交易 相比Solana非常慢 但是以太坊可以依靠这个 Layer2的一些方案来提升安全 并提升它的交易速度 以及skillability 那Polygon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Polygon是一个多链网络的Layer2 solution 可以帮助以太坊去skill 那看到Solana这边 Solana则每秒可以处理6万个交易 每个block的处理只需要花费400毫秒 那Solana利用这个BFT 叫Tower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的机制 从而让矿工之间不需要实时的进行互联与沟通 那Solana同时有这个GolfStream的一个机制 来加速对交易的处理 以及叫Turban Block Propagation Protocol 来提升这个skillability 那它还有一个东西叫C-Level 可以让这个交易的处理 使用这个GPU与SSD 那这些不同的机制 就像打游戏的时候 我们买的各种高级装备 让这个Solana具有高效快捷的网络生态 OK 那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以太坊能够让开发者们 在以太坊网络中编写智能合约 并且可以用专门的编程语言Solity 来开发各种各样的DApps 智能合约就像一个自动贩卖机 开发者写好交易的规则 并部署在这个以太坊的一个钱包地址上 这样网络中其他用户 就可以来跟这个地址互动 发生交易 开发者则可以依托这个底层的智能合约 来开发对应网络上的 或手机上的这种APP前段应用 产生商业价值与满足用户的需求 那乘上起下 由于以太坊1.0的交易速度较慢 则导致让交易被处理的这个手续费会增高 那就同时导致开发者来部署 他们这些DApps所需要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gas fee 那Solana则在这方面 为这个smart contract 或者说叫programs的部署 以及skillability提供了显著的优势 但是呢 这个由于Solana的开发 需要用Rust传统的这种编程语言来开发 所以它提高了门槛 以及对开发者的一些要求 OK 那对于NFT来说呢 以太坊的生态由于存在的时间很长 建立了成熟的体系 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 并在2021年爆发式的这个进行交易增长 但是还是由于同样的交易处理速度的问题 使得去Mint这个NFT的gas fee变得非常昂贵 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去这个Solana上铸造NFT 速度更快且价格更低廉 目前流行的这个OpenSea NFT交易平台 也同样支持Solana Mint的这个NFT的交易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的 那去中心化金融呢 也是以以太坊与Solana两个区块链上 很大一部分的生态组成 由于以太坊的成熟度以及历史 以太坊的DeFi生态多样性远高于这个Solana 以太坊上比较著名的这个DeFi交易平台 诸如Sushi就是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然后Compound的这个借贷平台 正如图中所示 都有非常活跃的交易量与用户 并且在持续增长 那在2021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太坊NFT的爆发式这种增长 然后呢 相比以太坊 Solana的DeFi生态则非常的早期 还在婴儿阶段 那Solana通过组织赞助多个这种Hackathon的活动 吸引开发者在Solana上开发各种各样的项目 使得其生态有得以这个有所发展 Solana上最大的这个DeFi叫Radium 一个自动的这个做事商平台 可以帮助用户执行交易 自从NFT自从2021年4月上线以来呢 其体量已增长至18亿美元左右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以太坊上的GasFi 由于处理速度变慢增高时 Solana的用户数量就会与这个GasFi同比 就是正相关的增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图中显示 这两组数据基本上是一个正相关的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当这个GasFi变高的时候 更多的用户会选择去用Solana进行交易 最后总结一下 那我们从共识机制 系统性能 交易速度 应用以及DeFi等等几个角度呢 为大家带来了宏观上的对比 那归根到底 Solana与以太坊相比 谁更好呢 在我看来 以太坊是一个更加成熟于稳健的区块链生态 它在加密和Web3的世界中 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不可撼动的这个地位 也拥有非常强大的community 而Solana则更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需要时间与社区的支持 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虽然Solana有着更快的这个交易速度与性能 但马上要升级至2.0的这个以太坊 也将逐步改进 提升其性能 如果以太坊可以顺利的升级与发展呢 我相信Solana的优势与这个影响力 则会越来越不显著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以太坊和Solana的对比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请一定不要忘记like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和我们一起在加密世界中冲浪 谢谢